我回来了 回来了 来吃饭 先别着急吃饭 我有个事要宣布 找着男朋友了 去你的 我跳槽了 到迪欧 下周一正式入职 这个呀 我们在晚上都看见了 你看 迪欧重金成片 铁血美娘子 许诺临危受命 冰火两成天 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用词不准确啊 什么铁血美娘子啊 我看呀 是铁血真汉子 我大汉子 老爷 你也不管管我小姨 行了 你们俩别闹了 这个迪欧也是个化成品公司啊 对啊 你说说你 这好不容易准备转行了 怎么又往那女人多的地方扎呀 要再这样下去 我什么时候扮成赖孙子呀 妈 咱能不能往好的地方想呀 这次是高兴 真的 年薪已经到七位数了 七位数 嗯 个十百千万十万 百万 都七位数了 那不更得想慌设法榨干你啊 那不得白天黑夜都搭上 咱什么时候找对象呀 来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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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吃吃吃 哎呀 洛阳 你听妈的 咱们就转行吧 咱们找一个 男职员公司多的地方去 咱们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找对象上来 好不好 那什么爸 你怎么还不赶紧吃呢 一会儿那个金区队 又要开始活动了 我告诉你 你别再迟到了 上次那个徐一给你打电话 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最近出门出得这么勤 这又是哪个徐一啊 孩子的话你也不信 哪有什么徐一啊 有个姓曲的 叫曲美白 趁老生的 美白我还出咒呢 你好好解释 解释不清楚 马上别睡觉了 还有你们俩 小诺 一会儿你把所有相亲网站 都给我注册一遍 张半佳 等着吃完饭以后 你把那数学券 再给我做三遍 你要做完的话 咱们谁都帮睡觉了 看什么看 吃饭 吃饭 好你个许诺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了 你还真去了迪欧 你还真去了迪欧 你 你这是怎么了呀 谁又把你气成这样啊 你看看你 传奇总监许诺 他可是你一手培养的 没有你 他什么都不是 他能掀起什么水花啊 你说他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他许诺也太自不量力了 以为你沈志泽从我这儿扒走了 我就完蛋了 我拦针就完蛋了 那等着吧 这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让你说得心服口服 不管你们俩谁因谁说 反正许诺早得我高兴 我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看看看 除了看电视你还会干啥呢 我说你是个蠢货你还不信什么 你除了你的脑子里 会用你那点小女人的小心思 搞小算计之外 你还会什么 你还会什么 你说你能成什么气候啊你 我想成什么气候啊我 能当你老婆 当你孩子的亲妈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你能当孩子的亲妈 这的确是事实 但是我告诉你 在我赵天城这儿 老婆这个称呼 可不一定是终身值的 你瞎说什么呢 一辈子也太长了 我就想 好好珍惜眼前的呀 阿姨 阿姨 我们又签下徐菲菲做代言人 助责生气了 她要请一个新的营销总监 还有把我调到杭州 新的总监 是谁啊 怎么龙明没跟我汇报呢 是兰真的许诺 许诺 反正现在公司啊 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 毕竟 童业挖脚是大忌 而且这两年 兰真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许诺这个人我听过 是有些能力 不过路子太远 不好驾驭 而且我听说 她跟赵天城的关系 是不明不白的 我很担心 这个你不用担心 智泽的个性我很清楚 她做事一向有分寸 而且这件事情我会过问 我知道她很有分寸 但我就怕到时候我不在公司 没有人看管许诺 那怎么办 智泽 智泽 回来了 哎 坐 正要找你 我去倒茶 你把曼妮轰到外地去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 黄东代理商那边有一些糟动 我暂时把他调过去平息一下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你可以调别人去啊 里来三三他们都可以啊 智泽 妈不是一直这样教你的吗 我们做人不能够为父不仁 你不能够忘了 我们一家小小的免营公司 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曼妮她功不可没啊 我知道 我知道她付出很多 但是现在市场环境已经改变了 如果我们希望公司 再往上提升的话 就必须引进专业的人才 进行经营管理改革 是 引进人才我同意 变革我也同意 可是你不能够引进新的 就把老的不要啊 你走的这几年 公司都是我在接管 曼妮只是帮我执行哪一个决定 就算公司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 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你不要为难她 我没有要为难她的意思 正因为我不想为难她 您想 新的人来了 肯定会有一连串除救不清的措施 我是怕她尴尬 你想的太多了 曼妮是一个非常大方的女孩子 任何对公司好的事情 她一定会支持的 再说 她对我孝顺 处处合我心意 这三年来多亏她 一方面打理公司 一方面还要照顾家里 在我心里面 她跟我们是一家人一样 我希望她这么多年的守候 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她把她摔摄直到一个他们的 真正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